男孩在梦中见到父母出了车祸 吓得他直接惊叫出声 引得老师和同学都盯着他 原来他在课堂上睡着了 他只好尴尬地道了歉 表示自己昨晚没睡好 男孩叫西雨 前世是个检察官 因为调查了不该调查的人 被人杀害了 没想到却意外回到了高中时代 再次开启了自己的人生 他记起前世自己的父母 因车祸双双去世 只留下自己孤零零的 这一事他一定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首先在饭桌上 他提出让父母休息一天 想以这样的方式避开出世的这天 但是父母却以家庭条件不允许为用 拒绝了西雨的提议 见无法说服父母 他只好另做打算 他依照当年的调查结果 提前来到事故现场勘查 终于找到了应对的策略 只要父母走在路障内侧 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于是他赶在父母下班之前 到达父母工作的工厂 来接父母回去 回去的路上 他将父母保护在道路内侧 就在经过前世的出世地点时 一辆汽车飞快时来 西雨快步跑到父母前 家二老婆在身上 好在没出什么事 还忍来父亲的满意 就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 父亲看着前面突然开口 西转头向前看去 一让汽车急驰而来 他来不及多想 推了一把父亲 自己也显知又显得躲过车子 而车子却朝着父母的方向 撞过去 西雨大喊不要 难道自己回来 一切还是改变不了 父母还是丢下自己离去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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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他难过之时 听到有人叫他 他欣喜若狂 正是父母的声 这就是父母对孩子无私的儿游 即便是自己身处危险 还在关心自己的孩子 真是富岸如山 摩埃四人情深无险